材料清单 鸡蛋3个 植物油24克 牛腩24克 低筋面粉50克 细砂糖蛋黄 1、8克 细砂糖蛋白36克 首先把烤箱打开 调到170度预热 然后开始操作 鸡蛋的蛋白和蛋黄用分拌器分离 注意放蛋白的盆一定要完全的无水无油 不然会影响蛋白的打发 先用手抽打散蛋黄 然后把18克细砂糖 倒入蛋黄 搅匀 倒入植物油 搅匀 倒入牛奶 搅匀 筛入低筋面粉 用橡皮刮刀采用斑拌的方式 加面粉和蛋黄糊重复搅匀 但是千万不要画圈搅拌 避免面粉洗筋 一直到没有面粉颗粒 提起刮刀时 蛋黄面粉糊成 缓慢掉落的状态 现在开始打发蛋白 把蛋器中速 打成这样粗泡的时候 加入三分之一的细砂糖 打到这样泡泡风 细腻的时候 再加入三分之一的糖 打到粗形纹路的时候 加入剩下的糖 当提起打蛋器的时候 再把费拉出这样一个弯弯的勾 就是吃饭泡泡的状态 适合做蛋糕卷 但是戚风蛋糕需要打至干性八炮 所以继续用电动打蛋器打发 当提起打蛋器 拉出这样一个短小的尖角的时候 就是干性八炮 是蛋白比较稳定的状态 可以帮助戚风蛋糕 很好地长高 膨胀 用橡皮刮刀取三分之一的蛋白 放入刚才的蛋黄糊中 切发均匀 类似炒菜的动作 千万不要画圈 会导致蛋白消泡 蛋糕涨不高 像这样大致搅拌均匀 只要你的蛋白打发的到外 蛋白还是比较经折腾的 不会消泡的太严重 然后将13全部倒入蛋白中 切发均匀 不要留有大白块没搅匀 全部搅匀后的蛋糕壶 倒入火点模具 模具一定要干燥过 蛋糕壶的稠度 是缓慢流动的状态 是最好 把模具轻轻地 在操作台上震底下 把气泡震出来 震不出来也没关系 不要使劲震了 免得紧不进空气 快速入烤箱中 下层170度 35分钟 温度和时间 根据自己的烤箱来调整 没开烤箱都不完全一样的 烤制蛋糕 蓬发到最高的高度 又稍微回落的时候 可以打开烤箱 用竹签扎进去 再抽出来 如果竹签上 加有蛋糕壶 说明没烤熟 要继续烤 如果抽出来是干净的 就说明烤熟了 可以出炉 切记中途 不可以打开烤箱哦 关键动作 出炉后马上将模具 以自由落体的方式 刷在操作台上 震住里面的热气 不用举的太高 端起来十几公分的高度 然后松手 让其自由落体即可 刷两三次就行 这样可以防止蛋糕 回缩它险 然后马上刀口在量架上 完全凉透之后 才可以脱模 可以借助脱模刀 只要严格按照步骤 和注意事项 大家都可以烤出 完美的戚风蛋糕 如果顶不开裂 或者颜色过深的话 其实都不用太介意 只要戚风蛋糕 长得够高 耐部组织均匀 没有布丁层 其实都算是成功的戚风了 小贴士 如果要减糖的话 可以从蛋黄的糖里面减 千万别乱减蛋白的糖 会影响蛋白的糖 吧 就会让你吃饱了 好